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聚会不无聊 开心到冒泡 优酷酷的聚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冯建宇也是犀利师傅 为什么叫犀利师傅 香港就粤语嘛 不有那个 就猴腮雷 就很厉害的意思嘛 然后谐音呢 就是腮雷就是犀利 就形容犀利师傅 其实是一个神通广大 然后又特别厉害的人物 所以叫她犀利师傅 怎样才能吃到犀利师傅的牛腩面呢 你要是一个像张叉叉一样的女孩 不然的话只是土地做 犀利师傅从来没生过手做 店里加比谁更有女生员呢 那我觉得 还是我 还是犀利师傅多一点 天天在我店里直播的一个小女孩 一个小姑娘 那个也是比较喜欢我的 就我觉得我的女生女孩 可能比她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呢 就是不拘一格 然后超凡脱俗 跟别人不太一样 一天也不说话 在那一站 要不在那一坐 就是蛮出众的 出臣的 此次饰演的犀利师傅神通广大 演起来还算过瘾吗 不太过瘾 其实 我跟我朋友讲过 如果去演这个角色 那太好了 没有台词 根本就不用背词嘛 我刚才也是这么想的 等到真去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发现其实你那些有好多情感 没法说得出来 就我跟曾志祥有一场戏的时候 就是她跟我对峙 然后她那边就可以就把台词讲得很大声啊 然后去说我 我就很心里很想很想去反驳 就那个时候手都气得有点抖 那些真的有点抖 就是不是说我在装抖 然后我就只能狠狠的指指桌子 不是你 这意思你去看 你去看 但是没有办法去说出来 挺难的 真的挺难的 因为你只能靠动作表情 眼神 包括你的行为 那段时间的心情会受影响吗 会 真的会 在电影院那场戏 那场戏 其实导演是希望我 是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最后怎么怎么样去哭 但其实前面有几个点 我不是很舒服 所以说情绪走的就没有那么流畅 然后因为那段戏 我觉得自己没有演的太好 就挺对不起现场的工作人员的 等我那么久 因为找这个情绪啊 然后那天心情也特别特别差 所有的一切就合到一起 就特别特别压抑 到晚上的时候 我就睡不着觉 情绪低落时怎么缓起 如果今天没有我的戏的时候 我会出去说逛一逛 玩一玩 就是抒发一下自己情感 但是在片场的时候 就我是一个就在片场 角色什么状态 我就是什么状态的人 这平常我都不跟人说话 后来跟我助理都已经什么程度 你知道一伸手 他就知道我要什么 因为我就只要几样东西 就是第一是水 第二是剧本 第三是一个薄荷糖 对 因为一个薄荷糖是蛮提神的嘛 水是必要的 剧本 他也比较会 所以就如果就我跟导演在商人东西 唯一伸手 那肯定是剧本 对我要是刚拍完一场戏啊什么的 就这个一般水我就这样了 所以他有时候在生活中也蛮犀利的感觉 觉得自己灰色头发造型如何 对 他其实是一个假发 就是我刚开始进组的时候 他们说来得染自己的头发